好来看到这是彩券行女店员上班玩冰果游戏 结果两个小时狂输了86万 25元能赢150元下注1250元赢了拿回6500元 卑视彩券行这位女店员吃心疯上班时玩冰果狂输86万 当天早上10点玩到快12点一路连杠没赢过 短短两小时下注692次 直到机台锁死供输86万 老板报警抓人 这客人在这边玩50几次 我就觉得我都会替客人紧张了 他这个600多次他的心脏真的要很强很强 五分钟开抢一次女店员不死心一直下注 结果欠老板86万只好工作抵债 月仙两万多不吃不喝三点半才能还完 其实一年前他偷下注五万就被抓过 你知道他没有做而已 我在上班你可以不要干扰我了吗 那老板在不在 老板不在耶 老是老板不让他做 还是他自己不做 我不清楚 玩闭果游戏 女店员财迷心窍 但虽神缠身 输了不知停手 下场很惨 记者侯正伦戴秋荣台北报道